見到高齡100歲的榮民伯伯 基隆市議員聯恩典 馬上舉手敬禮 快要農曆過年了 聯恩典和基隆市 關懷藏青協會會員 特地帶著各式冷凍 雞湯料及麵條 到暖暖海軍祥和山莊 送給目前 還住在裡面的三位高齡 都超過90歲的榮民伯伯 春節期間可以享用 同時請14年來 一直服務榮民伯伯的 專業理髮師 為他們剪頭髮整理遺容 感恩他們年輕時 保家為國的犧牲奉獻 也預祝他們新年快樂 我想我們特別在 每一個月 第二個禮拜 我們的協會一定有志工 來這裡幫他們量血壓 然後來抑檢 特別在年節的時候 我們都會為他們添一點 不管是家菜也好 就像我們有買過肉鬆 還是買過衣服 然後背心等等的 特別到過年的時候 我們也會為他們準備一些年菜 那我想這一次 這個祥和山莊這裡的伯伯 最大的我們現在已經年歲有100歲 那這個最年輕的 我們92歲有兩位 祥和山莊會長 現年92歲的劉淳儉 也非常感謝聯恩典議員 以及基隆市關懷長青協會 對他們的服務和照顧 來給我們服務 一直沒有剪斷過 說我們從200多人 現在是生我們五個人 沒有剪斷過 這個熱誠一直在 說我們非常感謝長青協會 來照顧我們 謝謝 謝謝 聯恩典表示 農民伯伯們 有的打過對日抗戰 有的打過韓戰 都是歷經生死保家衛國的勇士 20多年來 祥和山莊從最多有280位左右 退役農民 到目前只剩下三位 住在山莊裡面 正所謂老兵不死 只是逐漸凋零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河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